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次在戶外举行 开幕式巡游路线 全场是六公里 再有过万名运动员的船队 将会为奥运揭开序幕 更有传Seline Dion和Lady Gaga会合唱 今晚就知道了 巴黎就有奥运和歌星 而今天香港就有这个 一连一度的动漫节终于来了 未开场, 门口已经大排长龙 好了, 十点开场了 跑, 斗, 抢货 买什么? 买很多 例如你最喜欢哪一款? 最喜欢? 这一款 特意来抢货? 是, 通常缺货 这四代总共花了多少钱? 一千, 二千元左右 排了多久? 排了两个小时, 几千元 颜色不同, 而且是限定的 可能买出去炒价会高些钱 在这里才能买到 今年也不错, 但我感觉 去年的规模会更大 参战单位 除了围绕各个热门动漫角色外 还有以电影为主题 其中包括本地电影的微宿模型 也有近期上映的英雄电影 我们看到其实今早上的人流非常理想 随着电影的上映 我们公司也推出了一系列 英雄角色的模型 也有Q版的公仔 还有周边产品 所以我们期望今年的销程 会有三成的增长 在这里会有限量的现货 可以即场给粉丝去选购 我自己觉得香港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我每本书刊 其实最后都有介绍每一个地方 今年对于销量有没有什么期望 期望应该可以突破去年 动漫节最吸引的 一定是这么多个造型特别的Corsa 个个都诚意十足, 变得爆 这个是VTuber的盛转版本 全套衣服都是我自己做的 大概用了一个月时间左右去做 因为都要上班才会有时间在这里做 套大约用了多少钱 由头到脚 大概我想应该一千元之内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做的 成本上会便宜些 什么最头狠? 就是门前有怪人 有网上片段拍到 有个思思文文的四眼哥哥 鬼鬼祟祟地拿起人家门口的 是一只鞋 反转过来, 闻鞋底 闻完一只, 又一只 转过来, 他又锁定另一个目标 继续闻 究竟是什么癖好或者原因 我就不肯定 不过我很肯定的 就是未来这两个星期 各个开电视都会见到他们 今晚12点50分 TVB就会开始直播2024巴黎奥运揭幕礼 掌门人带领一众主持 以及专业评述员 进行直播基地启动仪式 一众主持也准备好 今晚和大家一起看开幕礼 丙承东章的精神带领大家去看奥运 太好了 我们丙承体育组的精神带领大家去看奥运 太好了 我们丙承六星的精神 一起跟你去看奥运 听我一句 好 第一个重点要注意的项目是什么 怎么看呢? 就是看第一天 明天是第一次的赛程当中 有机会我们说国家队 会否可以得到第一金呢? 就是看这个射击和看跳水 不错了 听说得很好呼 所以观众要继续留意我们TVB有很多奥运 我自己就在飞机上看 做完开幕礼 我就去收拾东西去机场 去吧 新剧《舞林》昨晚举行杀科宴 兼且为荣悠的导演高老宗送上祝福 大家现场看回几个月以来的拍摄花水 百般滋味在心头 大家都很厉害是舞林高手 有什么很激动 刚刚看一段影片 很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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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激动 我觉得很精彩 想不到你这么打 是吗? 是刚才那段影片 我八成时间被人打 那一片拍摄 我拍摄了志恒的臉 不知道多少次 打了她的臉 又准备了她的臉 准备了她的臉 又准备了她的臉 我说一件事让你心没那么内疚 是 我刺中了Ben的眼睛 我其实已经不记得了 现在有准备了她的臉 她就常常提我 有点 我又打一个到处的臉 我们有留下臉 我也打过, 我也打过了志恒 拍完这部剧 大家之后会做些什么呢? 去看奥运 今晚就是开幕禮了 记得看 是 是, 今晚11点记得收看 全盛启动型奥运 看我们除了有精彩的赛事之外 还有机会赢机票 留意翡翠台的奥运节目 Scan QR Code 踏中问题 每晚都有机会赢得曼谷首尔 和台北的商人来回机票 詳情请留意TVB.com 不用多说 观众一定会金睛火眼看实 所以护眼很重要 都市人长时间对电脑工作 通宵打机, 熬夜OT, 玩手机 通通都很伤眼 眼睛还长时间维持在工作状态 所以眼睛劳发的速度 比我们想象中快 热爱幕前工作的Kirby 为了演好角色 经常日以计夜的麦劇本 眼泳得多, 自然会出毛病 因为近似和散光的问题 平时上班常常要戴抗 一戴就戴了一天 雷水分泌不够 又常常因为眼睛很痕 而走到触眼 令眼睛又红又干又疲 再加上, 一有时间 就会拿手机出来看 藍光直射到眼睛那裡 看东西开始蒙茶茶 我也试过滴眼药水 打算令眼睛濕潤和止痕 但效果也不太明显 所以也不想长期滴 眼退化 其实是眼睛开始出现眼干、眼疲 眼蒙的症状 而成因是因为我们的视网膜 开始退化 特别是黄斑的部位 因为我们眼睛的黄斑部 是决定影像的颜色、形状和清晰度 有健康的黄斑部 我们看东西就自然高清了 那有什么成分有作护眼? 我会建议大家选一些护眼产品的时候 最好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成分 因为它们传统以来 就是保护我们眼睛黄斑部的成分 另外, 最近在日本有很多临床研究 证实补充黑加林子所含有的 勞丁类花青素 更可以改善我们眼光、眼目 还可以抑制近视, 调节夜视能力 还可以减低蓝光对眼睛的伤害 延缓眼退化 就可以保护我们的黄斑部和视网膜 在朋友介绍下, 我开始接触一款 日本製造的护眼产品 我还自己上网搜索 发现有很多想创失徵去支持 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吃了一星期左右, 配合足够的休息 雙眼水润了, 没有再又干又红 即使戴着抗, 全天很集中 看剧本和看手机 对眼睛也不容易累 每天一直吃两粒 吃了一个月左右 視力清晰了很多, 没有再眼睦睦 对着闪光灯也不会再畏光 回来东张西望 又到车镜看猛片的时候 这次是上水去大埔的公路上面 有车主拍到一辆私家车的右边 后车车好像脱出来了 车需要车就好像人需要钱一样 但是如果你没了400万, 你会怎么办 我今年是81岁 我估计我的丧命会有95岁或以上 如果这400万没有不见到 我今后的日子会觉得轻松很多 来95岁, 还有14年 继续调数, 400万14年评分 每年差不多有30万 不过, 枉白这笔巨款 在10天内突然消失 当然是… 可以说是… 什么都没想到是这样的 一月中, 枉白在家附近一家银行 开了一个400万的储蓄户口 谁知道不够10天 户口内的400万不易而非 一月后收到一个电邮说 我有些钱被人提取 我就去银行查 发觉我400万已经全部被人提取 分八次 收款人一定是两个 一个姓杨, 一个姓李 我是姓王 肯定不是我收 每次拿多少? 说不定的, 最多是100万 最少是300万 你当时的感觉是如何? 好像情疾悲哩 都不知所措 因为我还没细心想过 明明自己没有提款 为什么有人可以冒认自己身份 将这400万神秘转走? 银行的回复就是 有人用了个名字 开了一个网上理财户口 还是用这个户口来回走我的钱 那些电话确认、什么通知 我是收不收的? 一次性密码, 我又没有收到密码 什么信息都受不了? 银行又说做足正常交易手续 难道银行的安全系统出现流动? 问题, 关键是 王伯为什么突然开一个 400万巨款的存款户口呢? 原因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在1月8日 我收到一个来自深圳公共局的 视像电话 三十多岁的男子 身穿着警察制服 就说我的户口 要花钱 是用我的名字来登记 是用我的回安证号码 里面打开那个保际 记录在这里转转转转转转 看看钱也是很吻合的 要我给一些保释金 就可以在香港来盘问我了 要我在银行里开一个户口 放一些保释金 为什么个人资料 会落在骗徒手中? 81岁的王伯 曾经担任大型电子产品企业的 高级工程师 之前在内地工作了二十多年 所以个人资料被骗徒盗取 绝对不奇 王伯自问走得正, 站得正 对得着天地良心 既然没有做过任何作奸犯科的事 为什么不拒绝 最后反而配合受審? 原来是玩火自焚 我无法绝对相信 但是我没有什么付出 我做些人在这里是我自己的户口 没有什么东西 人家也拿不到 我坚守密码 电脑也没有密码 手机也没有密码 平时也不管他 也没有这个密码 有其他用途 也没有 我坚守这个东西 也拿不到我的钱 我就跟你玩玩 你拿不到我的钱 你也要让我不玩 那就玩玩 看看你有什么付出 也就是这样 就算是 我未能100%肯定是真还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的时候 我明白 大劑 偏徒不是跟你说玩 当然洗尽各种工心计 其中一照 就是利用王伯太太的病 向王伯使出情绪勒索 她是十二、三年前中方 相当严重 重过六次手术 现在痊癌后 痊癌后 痊癌后 痊癌症、痊癌 各方面的痊癌 都受到很大影响 王伯不可以离开太太半步 交换条件就是庞大金牙 太太这样的情况 她说照顾你这样 你可以在香港做一些答辩 但是就要给一些保证金 保证金放在我自己的户口 不是放在她那里 当这个户口要澄清之后 我没事了 就会给我 她指定一根银盘 买一个金鸭下去 我照她这样做 她当时指定多少钱? 保证金就是 以你总资产的金鸭下去 自己计算出来 是四百万左右 但求我自己人身安全 她做什么我就说什么 是 最初就说跟骗徒斗志 不过做骗徒也受过训练 骗徒按着你的心理变化 而不断变招 这次骗徒就来一招亲自送上门 送文饼给我的 就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 多说一口好的粤语 给一个逮捕正恶 所以我要逮捕我 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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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些保密正恶 就是保密协议 说我这个案件很严重 如果你说不保密 戴图知道了之后 会打草惊蛇 看完之后就要在镜头里面 我看了 承认看了 然后撕 撕到相当税 不要留下一些 其他的 蛛色马色影韵 如果是真的公安 就是因为大陆 有一个海外执法 你不照着做 这本来是一个犯白的行为 起初想着玩 不过这个游戏 普通市民真的玩不起 这个时候 枉白基本上对骗徒 已经言听计从 肉除砧板上 你开了新户口之后 你怎么做 我要把户口名、号码等 要告诉骗徒 才可以作为我的保证金 迷底揭中 四百万消失并不是忽然 而是早有铺排 骗徒叫你开户口 你以为只是对方知道 账号这么简单 其实他早已掌握个人资料 更改密码 再开一个户口 转账 依族银行正常手续交易 当时人完全被蒙在鼓里 四百万不知不觉付诸流水 您拨到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再拨 骗徒得手后 当然去如黄殼 四百万并不是小数目 慶幸皇先生还有其他投资和积蓄 有经济能力去支付生活日常所出 并未去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钱追不回 唯有光明正大面对 大方承认过失 令骗徒恶行曝光 阻折其他人重度覆轍 之前你说跟他们玩一下 你觉得这一招是否比较大了 出了我的意料 因为我先头想着 我拿不到我的钱来玩 现在拿到 所以整个情况就完全不同 这四百万的数字不浪费 但在我来说也不是全部 但如果某些其他人 生活不是比较困难 他们真的好过很凄惨 所以不知道怎么过了 以下的日子 因为是属于棺材本 我觉得这些人 对于退休的老人 都用这些手段 无良 有时只要细心观察 就会发现身边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同样地有网民在大埔的林川河 那里就拍到倒影里面 有一个心心非常之有心事 是的 生活是需要一些小事去点绝一下 所以有空就要开一下party 我们冬将又庆功了 多谢支持冬将西望 冬将西望得到各位观众支持 收视后悲拒介 主席特别切烟 慰勞一众台前幕后 冬将西望所在城堡镇 收视率高 影响力大 为香港市民发声 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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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開心時刻又怎能沒有掌門人 歡迎總經理鄧志偉先生 我以為我自己做了掌門人很厲害 但我發現我一個人是周過的 而且不喜歡你情願 你們是日過的,而且不能停 所以你們很厲害 開心熱鬧之餘,亦有感動時刻 蓉蓉即將離開香港,非常不捨得 我們來的女生,13年已經請了我 13年前請了一個,三爺 謝謝她 東中日沒有一個歌,我也做過 很感謝我的歌手、PA 一直都很照顧我 其實說了些話,他們都幫我剪奏了 東中,我放在台邊 放出之後 好,很開心一點 感動過後,蓉蓉非常專業 即時轉滿心情,去開心心做訪問 總經理 你好 你這麼忙,平時你有沒有時間看 東張西望? 當然沒有 東中不用看,街上拍攝的男人 全城話題 是 你們很厲害 太好了,謝謝 你最近有沒有聽過哪個項目你很喜歡 真的… 近期我知道有一個派很多垃圾 在街上 狗婆… 不知道你們是八婆,我不知道 現在真的多了個名字 外出的小朋友會叫我們東張西望姐姐 是嗎?所以說小朋友不懂事 小朋友真的不懂事 應該是依依 對 要介紹一下這些同事 Paco之前訪問過何生何太 就是他 對,就是和你傳的,你訪問 很多採訪未必那麼受歡迎 你們這樣追,我也覺得很難得 因為打算出去就回不了 除了加薪之外 大家還有什麼要求?Paco 不在場就常有 就說吧 太好了… 我真的想不想做就不能喝 因為你的節目是我們JB 收視最高 最高 最多話題 街上有句話,有什麼是找東張 你們就很重要,所以辛苦你們了 我沒什麼要求,我不需要加薪 因為我為興趣,服務大藏學 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說 對,東張有個暴力會先 60886600,麻煩你 最後包一句話 好… 因為我知道你們下個星期會離開我們 下個星期 希望你在那裡,你會開心 對嗎?有什麼不開心的就回來 好… 我們大家給他一個祝福 再見… 下星期二才是我最後一天 不過今晚11時就有全城起動型奧運 在奧運播映期間,我們東張也有節目調動 接下來星期六日,我們東張會停播 而下星期一至五,東張會提早半小時 即是七時就會播東張 支持香港運動員 還有我想借這個機會 親自跟蓉蓉說一聲 好拍檔,謝謝你 這麼多年來,我很享受 和你每次開Live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七點播出 東張西網,拜拜 拜拜